我们常说人离开了世界,总要落叶归根,无论我们在哪里,家永远是我们的归宿。 在2013年的时候,韩国总统主动提出把韩国军方管理的360具中国军人遗骸,于朝鲜停战60周年送回中国,所以直到现在,在汉美援朝战争中,牺牲的志愿军烈士遗骸,才回到自己的国家。 这也看得出,国家对于为国捐躯的将士的重视,中国能够现在的成就,是那些烈士用生命换回来的,直到现在,我们都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了保家卫国,与日本鬼子展开了厮杀。 对于日本的罪行,国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,这个国家给中国带来了歇斯底里的灾难,从甲午战争开始,再到1937年的全面侵华,牺牲的烈士都被安葬。 在了烈士陵园中,每年都会有众多的游客前来祭拜,他们的事迹将一直被歌颂下去,不过在日本也埋葬着十多位中国烈士,可是让人意外的是,每年都会有大量的中国游客前往日本。 为何就没有中国人前去祭拜呢?众所周知在甲午战争中,我国的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,可是因为某些原因,最后败在了日本的手里。 甲午战争的势力,导致了两国之间的命运瞬间发生了改变,日本变为列强,让我国签下了不平等条约,就这样叮辱昌于他的手下为国捐躯了。 但也有一部分人被日本人扣押,最后沦为了俘虏,日本人将我国的多名战士带到了日本本土,进行了凌辱,最后残忍地被杀害。 这些战士牺牲以后,日本将他们埋葬了,而且还在他们的墓碑上刻上了让人怒发冲冠的俩字,俘虏。 日本人当时害怕中国军人前来拜祭的时候看到俘虏两个字,所以很快地将俘虏两个字抹去,所以仔细看墓碑上有一大片抹掉的空白。 即便他们被俘虏,也没有向日本驱逐,他们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,将会一直被歌颂下去。 可以说,这些人没有给中国人丢脸,反而都是英雄,这些中国军人墓地,分别位于日本大阪和广岛,大阪的真田山陆军墓地,一共有六个中国军人墓地,分别是刘汉忠,西方枕,吕文凤,杨永宽,刘启的,李金福,据悉,之前在这些中国军人墓碑上,都有大大的屈辱性的文字,俘虏,而且处处显示了日本军人能打。 而中国军人的软弱,这对死者而言无疑是极其的不尊重,值得一提的是,一百多年过去了,他们的墓碑没有多少中国人去过,直到2003年的时候,才被我国的一位留学生看见,最后才被知晓,近几年,中国游客来到日本越来越多,希望那些在日本游玩,疯狂购物的中国人可以抽出一点时间看看他们,让这些在一厢的军魂不再孤单。 虽然墓碑上刻着俘虏俩子,但是他们无愧于中国军人,他们的在天之灵,知道中国变得强大了,一定安息的。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到这里,完美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